日前有網民偶遇了二年55歲的時帝馬德忠 該名網民留言寫說 OMG!馬德忠確定已經55了嘛 大讚馬德忠為人親切友善 他濃密的髮量亦令不少網民羨慕 馬德忠和老婆結婚至今30年 一直都非常恩愛 然而2011年馬德忠不想拍劇 被拍到疑似與陳浩文非禮同劇的陳家媛 當時有傳馬太對他徹底失望並要求離婚 後來馬德忠發文解釋事件說 浩文因罪走確有行為不當之處 本人亦後悔沒有及時阻止 而及後安慰陳家媛的行為令人產生誤會 就此要向家媛說聲對不起 事件才告一段落